我要請教王定宇 那民進黨中央對這個影片要不要有態度 因為中時電子報認為 黑函勢力進入了幼稚園了 這是真的嗎 還是也可能是另外一個假新聞 來聽聽看 在看起來是一個遊覽車上 老師在問一群小朋友 非常非常小的娃娃 喝酒會變成什麼 來短短的不到30秒 讓你聽聽看 中時電子報對這個有比較大篇幅的報導 來歡迎這個大現場 朋友 要要要要 喝酒的會變成什麼 南國旅 可不可以喝酒 喝酒會變什麼 南國旅 喝酒會變什麼 南國旅 耶 朋友 要要要 喝酒的會變成什麼 南國旅 南國旅 所以 看來 我們看到 這個 中時電子報 在9月25號 今天最新的一個報導 黑函 升進幼稚園 影片讓人痛心 他說 黨政軍 退出媒體 退出校園 這是民進黨 在野時 高深 暢言的主張 也曾多次激烈抗爭 如今民進黨執政之後 竟拼命介入媒體 介入校園 在大學 有卡管事件 在高中校園 有社團的抹黑對手 更有甚者 黑手 升進幼稚園 近日有一段影片內容 名為幼稚園老師問小朋友 喝酒的會變成什麼 小朋友 齊聲回答 韓國語 幼稚園小朋友 怎麼會脫口說韓國語呢 必然是老師教的 這種讓人心痛的畫面 只能夠借用你們這些大人 多噁心 唾棄殘害幼苗行為 好 來我想請教 這是一個 他說是村長 全國粉絲團 專業的影片顯示 有一個幼稚園 搭乘遊覽車出遊 車上一個老師 就這麼問的 這樣的一個新聞報導內容 直指暗示是什麼 民進黨 你們的黑函勢力 升進幼稚園 你看到 因為他連串 講到民進黨的部分 來 王定宜怎麼看 不管是這家 是以中共為他的 發言依規的媒體 那已經發言過很多錯誤 已經被告了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分兩個層次 第一個 任何政黨政治團體 不應該去介入教育的實質內容 那個是老師的事情 所以 如果有任何政黨 去告訴老師 該教小朋友什麼內容的話 那樣的政黨應該被唾棄 應該被點出來 那如果這家媒體 或這一位 如果是叫村長的話 應該我們 應該是我們大家知道的 那位詹議員 如果是他這樣要去指控 請他講明白一點 你如果認為這一個內容 是民進黨弄的 講清楚一點 因為你講清楚 我們才好工房嘛 你講得不清不楚 除了顯示你的 雀諾以外 我很難去提告 第三個 這個內容其實反映一個現象 我小時候 我也有小時候 每個人都是從小長大的 小時候問我搶銀行的人 我們都會講理事科 就是社會新聞 社會事件 會渲染到社會每個層次 那個不見得是政治人物 或者老師可以去教導的 我們真的以為從小 總統一定姓蔣 搶匪一定姓李 那 在這個裡面 我看起來他是一個幼兒園 小老師帶幼兒園 要去凹停 要去做戶外教學 怎麼樣子 問小朋友 這個 喝酒會變成什麼 喝酒變成韓國瑜 然後要不要喝酒 不要喝酒 這一個互動的過程當中 看起來韓國瑜跟喝酒 跟負面名詞 是連在一起的 真正該檢討這個事情是 喝酒你會想到韓國瑜 如果真的小朋友 大家都這樣想 不是我這樣講 趙少康總是藍贏的吧 趙少康說 韓國瑜對中間選民 跟40歲以下的年輕選民 一定沒有票了 甚至看到小學生 中學生做歌曲還是做影片 去哭手去嘲笑韓國瑜 我們也看到高雄的 那是模範生 畢業拿市長獎的模範生 六年級的 國中的 雄中的 雄女的學生 他勇於表達意見 而那意見就針對韓國瑜 你為什麼那麼愛說謊 那我們是該檢討這些小朋友 你們怎麼那麼愛管社會的事情 你們為什麼那麼關心這個社會呢 還是要去罵這個老師說 你怎麼去誘導小朋友 去做不正當的思考呢 還是韓國瑜的行為 跟這些東西 到真的有沒有連在一起 跟說謊 跟對自己的本物不專 或者大家講他的喝酒 其實講他喝酒 民進黨其實對韓國瑜不了解 講他喝酒 都是國民黨的 他的老同事講的嘛 那個陳什麼 陳鴻昌 陳鴻昌好像從來不是民進黨的吧 趙首伯不是民進黨的吧 趙首伯還貴為國民黨的 中評委召集人嘛 中評委主席 對 講他喝酒是國民黨啊 媒體爆出來了 然後爆出來的小朋友看到了 然後就像海綿寶寶一樣回答 喝酒不好喝酒變韓國瑜 你到底要檢討哪個政黨啊 要不要檢討韓國瑜或怎麼樣 所以我對這事情基本的看法是 任何政黨 包括民進黨或任何民意代表 不應該去告訴老師 去醜化或者去教育 內容裡面扯到任何 任何的政黨的攻防 那個孩子是在受教育的 他對有些事情的判斷 可能還不很明確 但是社會真的會影響小孩子嘛 小朋友也會看新聞啊 那為什麼這樣的新聞呢 如果這個叫做不好的新聞 那你應該告訴趙首伯 你不應該記者在的時候講 韓國瑜戒酒吧 你應該告訴陳鴻昌 不應該講韓國瑜在喝酒啊 或者做一些不當的行為 或者是已經 國民黨現在把它開除了 楊丘昕 不應該去講那些話 因為這些新聞 造成小朋友影響 那我們幹嘛更深層一點講 韓國瑜你有沒有這些行為 從你 從你玩文字遊戲開採 挖 或者是一個政策 或者要做樁 或者分一杯羹的石油事件 然後這些東西 講過都忘記的東西 跟你過去自己也承認花天酒地 你是新聞的源頭 你的國民黨的同事們 是新聞的擴散者 這些小朋友小寶寶們 是新聞的被影響者 那你回過頭來扯說 這個是民進黨的手伸進 民進黨的手 如果能夠伸到娃娃車裡面 那這個民進黨 還真的是蠻厲害的 沒有啦 我們沒有這些分數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要檢討的層次很多 但是政治人物 少利用這樣的事情 去做政治的鬥爭 孩子的事情 我們可以從很多 從媒體層次 教育層可以去研究 這個事情 如果這位村長 或者這家媒體 你要直指是民進黨 手伸到這個幼兒園裡面去的話 講清楚 有勇氣就講清楚 不要不清不楚 以前在修理 郭台銘然後現在修理 你都講不清不楚 就擺明你對自己的 沒勇氣 不誠實 沒內容 誠實講 該告我們一定告